这次穿越,对于整个车队来说,最大的困难在我看来应该还是在进入110无人区这段全越的地形或者无人区穿越当中所遇到的 自然调节上的阻力 就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贝加尔湖周边很多地区都属于一种强降水的天气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 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都聚集在这个湖中 贝加尔湖的俄文叫做Baihau 但是据我所知呢,它的名字并不是起源于俄语 而是起源于最早的乌克兰语,叫Baihau 也就是当年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北海的一个地方 有古语云苏武牧阳北海之宾 这个北海指的就是Baihau 我们俱乐部呢是坐落在伊尔库斯克 它呢就是贝加尔湖沿岸最大的城市 伊尔库斯克市是伊尔库斯克州的首府 位于俄罗斯东西布里亚的地区 也是俄罗斯靠近中部的一个城市 它呢是离贝加尔湖最近最近的城市 在贝加尔湖的西南角 整个城市呢80多万人口 是贯穿俄罗斯东西两个方向最大的交通枢纽 城市呢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 是一个有着文化底蕴很浓厚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么此次我们远征贝加尔湖呢 就是这条环湖的线路呢 预计是2500多公里 将历时八天 我们从伊尔库斯克出发 经过日加洛夫 北贝加尔斯克 到达贝加尔湖的最北点 接着呢 进入110无人区 从110无人区出来之后呢 会一路向南 到达巴尔库近半岛 在半岛上停留之后呢 会继续向南 到达东部最大城市 乌兰乌德 也就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 接着沿着贝加尔湖南岸 一路再向西行回到伊尔库斯克 完成一个封闭的环境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环湖旅行 其中三分之二的道路呢 是非铺装道路 更有一百一十公里 号称无人区 只成的110无人区穿越 整个110无人区当中呢 会穿过大大小小上百条河流 涵盖了现在越野常见的 泥江路面 森林穿越 草地穿越 沼泽穿越 还有过巨石攀爬 以及大河穿越 所以说呢 整个的路况呢 我想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整个环贝加尔湖的线路呢 之前只有两支车队成功地完成了 如果此次我们可以成功地环湖旅行 那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第三支 成功环湖的车队 也是第一支中国车队 方式转发现 全部预防 沼泽穿越 你 intention 第二支 中文 1 酒 重